中午時間學餐自助餐好料 已經擺好擺滿 就等學生來夾菜 價錢全看菜量拿多少 不過台東大學學生餐廳內的自助餐 近日卻風波不斷 同學發文番茄蛋 開始算到第二排的高麗菜 一共四種菜色加一碗白飯 秤重下來160元 黑人選擇兩種食蔬 加冬粉蒸蛋 還有一個小雞腿 總價要180元 且實際吃下去 學生發現雞腿內部沒煮熟 讓他覺得不只是貴而已 品質也很有問題 像飼養菜多一點點 就是那個餐盤兩格這樣 對 然後他好像是收十四塊 但是跟遺忘 就是跟以前的自助餐比起來的話 就是貴很多 對於校內自助餐店天價便當 學生都有感 畢竟吃自助餐 不只是菜色選擇自由 也是因為價錢比較能操住 再擠沒想到卻貴桑桑 就用這個秤子來計價 取最低價跟最高價的中減值 做一個平衡 原來這間自助餐店近日才剛開張 老闆蔬菜等食材 都是一早親自去果菜市場再回來 內坦承新手上路 一切都還在摸索當中 現在其實希望接下來 希望廠商在提供 這些餐飲服務的時候 第一個價格資訊要透明 到底這個是怎麼計價的 那要很明確的標示 校內自助餐被學生抱怨價錢太高 學校端也已經介入 希望透明化能讓消費者 先知道價格才不會結帳當下 背下一跳 三軒網行員來自台東採訪報導